每日一百字 歇心 读心 明星 原来开悟这么简单 苗董嫩言一千日 让我们一起共同学习 苗董嫩言 第七百八十四日 经文 又三男子受因虚妙 不遭邪律 原定发明 山魔地中心爱之见 勤苦延寻 贪求宿命 耳时天魔后的起变 悲惊不仁 口说惊法 萧文 之见 只依自己的思虑 分别而立的见解 以智慧有别 宿命 过去式的命运 又称宿主 即总称过去一生 无量身中 受报差别 善恶苦乐等情况 以上萧文致辞 公请建卫法师 慈悲开示 诸位全球云端共修的学员 大家好 今天是苗董嫩言 一千日第七百八十四日 我们要继续来谈 这个五十音魔当中的响音魔像 响音魔是五十音魔的第三类的魔 那这个五十音魔是依据五音 就是色受想行事 那这个五音就是人我相的组合 假和为人 那假和为我 所以当我们要突破这个色受想行事的时候 它就会产生了各十种不同的境界来阻碍 我们转凡成圣 那如果要突破它就要认识它 所以佛陀就先告诉大众 我们今天在修行遇到魔 你不用害怕 因为它也不见得是怀事 那表示我们要有所突破了 才会遇到了这个极限的考验 那只是认识它了之后 你不要被它迷惑 你就可以安然的超越 所以这前面我们谈了色音魔 兽音魔 现在要来谈响音 响音魔像是善男子在修三魔地之后 突破了兽音 那现在这个阶段进入了响音 那响音的障碍是什么呢 它就是虽未漏尽心离其行如鸟出笼以能成就 从事凡身上吏菩萨六十圣位 得一生生水往无碍 这里的重点就是在一生生 一生生就是随意自在 意想所生 所以想就是意嘛 你的意就产生了一个自在的作用 就是水往无碍 但是问题是虽然已经到了这个阶段 你还是凡夫 凡夫有一些有漏的烦恼 那他就很容易把这种特殊的功能拿来误用 譬如有人熟媚一言 世人虽则无别所知 其言已成因运伦次 令不媚者嫌悟其语 此则名为响音区语 他好像可以说一些一般人听不懂 或者是没有达到的那个境界 但是又似乎是很厉害 这个人是有神通 然后他可以达到一般人达不到的境界 所以他会变成什么 变成信仰的对象 大家就会觉得 这个人是神 这个人是菩萨 可是事实上 这个人是如此的吗 不是 他是睡着的说梦话 所以现在就出现了一个响音的现象 但是事实上其实他是魔 那我们如果不知道就会被骗 那如果知道 这个是一个响音的境界 若动念静 浮想消除 于觉明心如去成垢 一轮生死首尾原兆 名响音静 你就可以突破了这些 响的来龙去脉 你都可以原兆 就是能够去除这些浮想 去除了想音 就能够超越烦恼灼 观其所游 融通妄想 以为其本 所以最重要的 其实是一个 你的心 要能够保持正念 那如果没有保持正念 一旦我有这种想的能力 贪心就冒出来了 那这十种响音 其实起因都是贪 贪求各式各样的奇异的境界 那结果心中的贪 就会招来鬼怪 招来魔 那这个魔 它的真面目 其实都是三金水鬼怪 它真正只有一个是天魔 其他都是鬼 妖精 那今天呢 我们看到的是第七个 贪求宿命 又圣男子 受阴虚妙 不遭邪律 原定发明 三魔地中 心爱之鉴 勤苦严寻 贪求宿命 心爱之鉴 哎呀 我真的是好想要知道什么 我如果能够知道我的过去生 为什么会造了什么夜而得到今生的状态 那每一个人呢 对于这个前世今生非常的好奇 这是一种智慧 你才能够呢 看得到过去五十节以来的过去的来龙 然后呢 又可以看到未来五十节以后的这个变化的趋势走向 所以呢 心里面呢 很希望能够得到这种智慧啊 好 所以就勤苦延寻啊 不断不断的研究 我要有宿命通 我要了解我的前世今生 我要能够了知所有的因果 这不是坏事啊 这是好事 你要了解你自己的过去 了解自己的未来 这是很正常 而且呢 还会怎样 还会随着我们的修行 那越来越清楚 你就会越看越明白 所以佛陀呢 其实他也知道自己的前世 他也告诉我们 我们累生累劫都在轮回 轮回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 遇到了什么人 那为什么会有这一辈子的这个因缘 他其实都是息息相关 那我们在听佛法的时候 就对于这个 那佛陀对于他的前世啊 这么的熟悉 这个根本就是已经是完全通达了 那我们对于这佛陀的这个能力呢 其实也很向往 也好希望知道自己如果前世 是什么情况呢 能够了解的话 对于自己的修行啊 是更有把握 因此呢 心里面啊 就会有这种祈求 勤苦延寻 就不断不断的去研究 然后贪求宿命 很多人对前世今生很好奇 也有很多人呢 会跑来问师父 说如果我能够知道自己的前世啊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那是不是这一辈子啊 就能够再慎重的选择 甚至于呢 我们是造了什么业 为什么会遇到这一生的这个因缘 或者是呢造了什么福 这一辈子啊 有这么有福报 那这个就是啊 我们很想要知道自己的过去生啊 宿命 但是呢 好奇是一回事啊 等到你真的得到了这个 来源呢 那你就要小心啊 因为如果起的贪心呢 那就很危险哦 因为你会招来什么 招来天魔 天魔会找上你 二十日天魔厚得其变 现在很多人呢 都会到处去求神问补 只要听到哪个人有神通 他可以知道前世今生啊 尤其呢有一些是学佛的哦 他就觉得这个学佛的能够讲到前世 一定是也是善之士啦 所以呢的确呢 有的天魔厚得其变 非经妇人口说经法 其人先不觉知魔灼 一言自得无上捏盘 所以这个人呢 已经修得很好了 很厉害 那前几天呢 就有一个居士啊 他说哎呀 我想要知道一下我的孩子 跟我的姻缘是什么 所以他就在网路上呢 就查查查 就查到一个修行的团体 哦他可以让你关三十英元哦 所以呢他就很想要去报名啊 就哎就在那个要报名的啊 这是收费的啊 在那一瞬间突然就想说啊 我好像哎 不应该要这样子啊 就应该要来问一下师父啊 行不行啊 那他如果呢 有来看愣眼睛啊 他就会踩刹车啊 那还好呢 他自己啊 也是哎 觉得好像问一下比较理想啊 好那问题是呢 很多人不知道要问师父哦 也有很多人也不知道要问什么 哎 问那个善知事说好不好 就跑去问了 跑去遇到了这个厉害的 这个所谓的知道你的前世的人哦 那这个人呢 会自己找来 因为这个魔呢 感知到你的贪心 你贪求想要知嘛 想要知道 想要知道你的宿命 想要知道你的所有的一切 你的求知欲啊 大爆棚啊 所以呢 就招来了这个天魔啊 来比求知善老男子处 夫作说法 世人无端 于说法处得大宝珠 哇 这个这么厉害呢 那你就不知道为什么呢 你听法听法听一听 就得到了一颗大宝珠 其魔或使化为畜生 口弦其珠 即砸珍宝 检测浮毒 诸其异事 诸其异物 先受笔人厚拙其体 哇 这个人怎么可以有这么厉害的因缘呢 他就怎样 突然之间得到一笔大财富 那怎么得的呢 这个魔呢 他就同时化成畜生 就变成一只龙 变成一只狗 变成一只鹤 变成一只凤凰 口弦其珠 即砸珍宝 就是嘴巴含着这些 就跑来送给你 就是有这个珍宝 有这个宝珠 检测浮毒诸其异事 而且呢 突然呢 这个猴子里面呢 就可以挖出一个 武林秘籍 这竟然得到了 检测浮毒诸其异事 先受笔人 我送给你了 我现在把这个武功秘籍传给你 接下来呢 厚拙其体 你突然之间呢 你还没开始练 然后呢 你突然之间就怎样 变成呢 自己也有通 自己也有这种知 自己就有开悟感 结果呢 是被复生了 就被复生了 复生之后呢 你也不知道 你自己也被复生了 你的师父被复生 你自己也被复生 或有听人啊 藏于地下 有明月珠照耀其处 事主听者得未曾有 多时药草不餐家传 或时日餐一麻一脉 其行肥冲 这个人也修行修得很好哦 他也会教你啊 要修苦行 要像佛陀这样 不可以吃饭 要断食 要吃仙草 只有吃药 吃这个药草 每天呢就是 哎呀大卖小卖 这有的是这样哦 卖草 卖芽 那或者是呢 只有吃人参 那或者是呢 只有吃什么 仙草 只能吃这个药 那你没有在吃饭哦 不吃人间烟火 这是一种修苦行的 也是这样 印度也有这样子 叫苦行外道 佛陀以前呢 也曾经修过 这六年的苦行啊 破食日餐一麻一脉 其行肥冲 是不是 你的气色啊 还很正常哦 你明明呢 就是已经啊 只有吃这个仙而已啊 吃仙草 吃药 或者是只有吃一麻一脉 这根本就是要做仙的吧 那的确呢 这非常神奇 你也没有前胸贴后背 你也没有呢 因此就萎靡不振 而且呢 越断食啊 就是精神越好 是不是 那就变成了一种什么 道人的一种仙人 甚至于呢 一种外道的修法 佛陀当时的这个时代呢 也有96种外道 那这个外道呢 的确呢 他也有一点功夫 那他有神通 他知道宿命 他也能够呢 带着他的徒众 变成有通 又听人藏于地下有明月珠啊 照耀其处啊 是不是 哎 这个一听呢 就是很奇怪啊 怎么会 得未曾有啊 怎么会有这么奇异的经历呢 怎么会知道自己 平白无故就得到了保障呢 然后呢 又修得很认真 特殊的苦行 这特殊的苦行啊 特别容易招来 有的人啊 他喜欢修这种极端的 非常非常向往 他喜欢做这种很特殊的修炼 然后修修修到后来呢 哎 他就几乎呢 不食人间烟火啊 的确也有这种修行方法 但是呢 这个到底问题是出在哪里呢 那我们明天啊 就要继续看 他的真正的问题在后面 因为前面看起来都 好像修得很好 也的确有神通 但是问题呢 他当你被诱惑了之后 信任了这个善知识之后呢 你就开始呢 就看到他的真面目 但是我们已经信了 所以你就会深信不疑 你会认为他所有的行为都是对的 然后呢就开始造业 那我们明天呢 再来继续看后面的部分 阿弥陀佛师傅好 先生各位师兄大家好 我是法格 那我们经文里面一直有看到 原定发明 三摩地中 心爱之见 那就像想说那个响音区域 这边我们一直都看到 所谓的原定发明 然后三摩地中 心爱什么什么这样子 那师傅曾经也讲过 顿悟跟见修这个部分 那我的理解是 见修是依照师傅说的步骤 我们就去念经啊 陪伏啊 送咒啊 那我们就照照做 那理虽然是顿悟了 但是是要需要见修 没有善巧方便 没有神通妙用 啊 虽是明心见性了 但需要努力的修行 到某一天就了解到 顿悟就是圆顿指观 平时什么都要学 有一天就会突然懂了 我的问题是如果 乖乖的依照师傅所说的去做 也就是见修 不要去想那么多的 道理或者事情 是不是就不会有想阴谋的这个问题呢 以上问题 坑请师傅慈悲开示阿弥陀佛 谢谢法哥 乖乖是一件事情 没错啦 乖乖的就是依照奉行 学习佛法 但是呢 如果呢 我们只是 就是傻傻的修行 不去分辨不去思辨 也不去产生疑惑 那有时候呢 真的是你没办法分辨 那这里的问题 其实不是说求知不好 是他起贪念 他这个贪心 其实有一点想要不劳而获 因为你爱知识 你爱这些所有的修行 那你修行 就是一直不断的持戒修定发会 持戒修定发会 那其实你经过了某一种修行 你自然就会得到这个宿命 这个宿命是本来就具足 怎样叫做宿命呢 就是你的心清静 你就会知道呢 任何一件事情的因缘变化 你可以很自然就知道 那自然知道呢 跟被 被 被附身知道 跟突然被雷打到知道 或者听人家说 那个人 就是 好像本来就知道 其实比较安全 就是透过我们自己修行 而不要想要一下子遇到一个人 得到一种特殊的方法 然后我们就怎样 深信不疑 所以其实最主要就是 我还是要有分辨能力 你如果不够的有分辨能力 你遇到这个比你聪明的魔 你就没办法分辨它 所以不是傻就是对 因为傻的也有傻的魔 也有魔在骗这个傻子 那这个聪明的也是要记得 因为我们有时候看到一些外道 他的信徒 这个外道的信徒怎么还博士 还有的是科学家 有的是很聪明绝顶的 可是他遇到这个宗教的事情 遇到神通 他就变傻了 因为他有盲目崇拜的心 有一种贪心 因为他得到的这个师父的避应 加持他就开悟了 这不是很快吗 要不然你如果来问保炎禅士的师父 就会告诉你说你要念100遍华炎经 所以一听我念100遍华炎经比较好 还是跟着这个师父他给我摸摸头 我就会知道 当然就是这个后者 所以懒惰修行的人就比较容易是这样 但是一般人他不想要有这么多复杂的修行过程 通常都会想要成为特殊人物 那魔就用这种贪心来趁虚而入 所以一定要小心 不要傻傻的说 我就傻傻的就好 因为傻傻的你没有好好的修行 你不了解佛法傻 他依然还是面对这个境界 无法可对 所以不要说我就乖乖 是乖但是不傻 我们是很好的佛弟子 但是我们很精了 但是我们只是不要用这个精明 去算计好人 我们要防范坏人 这样子 好 谢谢 师父阿弥陀佛 弟子亮会 这个是我们这一组上周要问的问题 来不及问 台湾土地不大 有22种宗教信仰 我们无法知道是否都是正性 我觉得人在平安无事的时候还好 但是当遇见家人生病 自己生病 此时心就容易跟着病痛的伸转 心变得很无助 没有依靠 有人打着来帮你的旗帜时 我们就会有所期待 任何方法都想要试试 此时被骗的机会就大大增加 多年以前就有刘和睦 宇宙光 卢盛宴等 这已经是社会案件 我们组有人提出 五十阴摩就像你走入一家小餐馆 各种品项写在墙上 你可以依靠着自己想吃什么 就点什么 而魔网开的这家餐馆 各种阴谋也挂在墙上 但是我们已经先知道内容是什么了 就要点一碗清净的素食面 或者当下 就要勇敢的走出去 因为这里没有适合的 所以我们要时时提起决心 尤其是在虚弱的时候 我们主又有人突发奇想 说以后是不是有一种AI 可以常常提醒你 让你不要受骗 但是如果AI故障了 会不会发生 去比人体 地质已失 巨线亡难呢 另外 经文中又一直出现贪痣 跟年老沉默 我们还蛮在意的 毕竟许多人都有点年纪了 这跟孔子说的 极其老也 血气既衰 借之再得 这也是劝大家要借贪 意思是年纪大的 更要小心贪痣 以免沉默 请师父慈悲开始 谢谢第五组 对于老这个字 有点挂碍 年老沉默 其实是什么情况 是因为 这个磨 它其实是因为贪心 那这个贪心 就是如果没有去觉察它 它就会怎样 因为你想想看 它之所以会 一直有这种习气 它真的就是惯犯 因为贪心的人 太多了 所以它就这边骗骗 那边骗骗 你这一代骗完了 没关系 我下一代就再骗一次 再下一代再骗一次 所以你会看到 有很多 现在就不要讲磨 就讲诈骗集团 他都会找那个老人家 骗他 为什么 因为老人家有钱 老人家有时候 还没有那么有防备心 然后老人家没有安全感 然后他知识不够 他就有时候真的是 就是很可恶 那这个磨也是这样 他已经是变成惯犯了 所以他专门找这种 很贪心的 有贪心的 然后修行就又一半的 半吊子的 然后又有善根 然后又怎样 又很容易 就是只要这样 这个对方是一个说法的 是一个师父的 然后或者是 他是一个有神通的 你就很容易利用这种崇拜心理 那魔就是最喜欢找这种 这种 然后他就因为他已经 就是 无始以来 因为那个鬼很长寿 他很久很久一直做很久了 所以他的手法就越来越 越来越高明 所以叫年老成魔 就是他越来越厉害 这魔力真胜 所以他就是有这个问题 那刚才所说的这五十阴魔 其实他是可以 不是因为台湾人有这个宗教信仰 不是 就是台湾或者是一切人 就是喜欢从这个宗教当中去找一个方法 我今天生病的我也会找很多的医生 有的台湾的现象就是医生也很多 民俗疗法也很多 病急乱投医 有西医有中医 还有各式各样的医 那还有呢 就是喜欢吃药 这个药很多很多 有时候真的是有健保给付 你就是去排队拿个药也好 因为感觉好像就是有占一点便宜 这个是贪心 不是只有台湾这样 只要有贪心的几乎都是这样 那所以这个魔 他为什么会在这个地方 用宗教的面貌 因为这台湾人也喜欢宗教 宗教有时候比较怎样 可以射受一些信仰宗教的人 但是啊 其实这都不是这个宗教的错 而是呢 是贪心的错 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 第一个 不是年老的就有贪心 每个人都有贪心 但是呢 第二个呢 我们在宗教里面呢 如果我还有贪心 那你就很容易遇到宗教的诈鞭集团 那自己啊 损失钱财也就事小 他后面呢 讲要剁无监狱 这个才麻烦 所以不要呢 因此啊 就不敢信宗教 而是呢 要睁大眼睛 你要用智慧来学习 宗教的目的让我们的心里 产生一个正向的生命的方向 不是宗教的错哦 但是呢 我们如果有贪心 就很容易啊 就想要用 这个不劳而获的方式 来得到某一种结果 那如果这样子 那其实就太不公平了嘛 你是信教的人就得到好处 那不信教的人 他纵使在努力 他也没用 那这其实是基本上呢 是不符合因果定律的啦 所以严格来说呢 佛教其实不只是宗教 他还是一种教化 他是一种智慧 所以呢 大众呢 要好好的认识真正的佛法 而不是他只是一种宗教行为而已 好 谢谢